许多民众因近期新冠状病毒的影响 导致收入大受影响 经立委许淑华服务处提出个案后 日前现任员张家哲协同手心向下慈善会 及台中核心会慈善团与服务处发送物资及救济金 手心向下慈善会理事长陈志忠表示 感谢台中核心会慈善团能够共同做爱心 帮助需要救助的民众 今天最主要来我们南投许淑华立委服务处 这阵子我们许淑华服务处打了三个案件 警案救助的给我们南投县首心慈善会 我很感谢我们台中市我们的顾问团 我们台中核心慈善会会长 他们真的出了二十几万来帮助这三个个案 也很感谢我们立委还有我们张家哲议员 对这些弱势的关心及关怀 武汉会员期间我们的关心无所不在 希望未来更多跟我们一样的这些善心人士 共同跟我们共襄盛举加入我们的团队 也希望说这个疫情能够赶快过去 县议员张家哲表示 感谢首心乡下慈善会 以及台中核心会慈善团 共同帮助先年需要帮助的民众 在民众需要协助的时候提供救济金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并指出也期许日后有更多企业团体 能够一起响应做公益 帮助每位需要帮助的民众 今天感谢我们南投县的首心向下慈善会 还有台中的这个核心会 共同来协助我们南投市的市民 希望在这个他们在需要协助的时候 急难的时候 给予他们一笔救济金跟相关的物资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也希望把这个善心发扬出去 让我们每个角落的有需要的人 都可以得到帮忙 对于首心向下慈善会 以及台中核心会慈善团 共同发送救济金及物资的善举 先议员张家哲也期许 透过这样的协助 能够确实帮助到需要帮助的民众 也希望能有更多善心人士 共同做公益 帮助需要帮助的民众渡过难关 记者邱平俊南投采访报导